好 花莲县咖啡农作物受到咖啡果小虫的危害似乎是越演越烈 那么瑞穗的武贺咖啡农由于多数配合政府有机耕作 遭受危害更甚 现在正值咖啡采收期 采收是不符成本 因此有超过七成的咖啡农非常无奈选择弃收 那么农产经济呢是损失惨重 从111年从台东蔓延到花莲南区的咖啡果小度虫害 现在危害情况是越演越烈 种植1000多颗咖啡树的产销班员直说 5颗咖啡几乎已经沦陷 这里都差不多是沦陷了 要采收划不来 真的 太多了 也挑不出好的豆子 那你们不是就没有收成了 对啊 两年了 要两年 去年也是很严重 可是现在今年更严重了 由于采收步步成本 高春梅今年干脆起收 而积极清源防治的农民高采云 冒着大雨采收红熟的咖啡豆 检视咖啡果小度危害的比率 今年没有收成就认了 期盼农政单位能够中市 就给他堵一次了 堵一把 堵了对对对 他不采收他就一直在那边也是 他要做清源的方式 是啊就我这个有有那个做那个呢 砍很多呢都是拿去烧的 目前正值五鹤咖啡采收期 维花莲咖啡主要产地之一的瑞瑟江五鹤地区 三年前就出现咖啡果小度危害后 农民班员配合农政单位积极防治 确认不抵虫害扩散危害的速度 连续两年都因此没有收入的有机咖啡产销班长黄聪如 今年也无奈选择弃收 那时候我们的盐地大概是收成大概200公斤的生豆 然后挑出来果小度的宠爱大概是100克 然后到112年的时候就已经200公斤 等于是100公斤都是果小度 然后到了113年 到了今年就完全大家都不采收了 整个班员几乎都已经沦陷了 像武鹤平台武鹤小山丘这里 还有我们卡拉拉部落是几乎都完全不采收 瑞瑞武鹤咖啡产业可追溯到日据时代 当时在地生产的咖啡皆进贡日本天皇饮用 从民国98年开始 武鹤马力云以及加拿拿部落重新附赠咖啡农产 并且以自然农法获着有机栽培生产咖啡 风味品质都广受大众喜爱 如今咖啡果小度危害一发不可收拾 导致了多数咖啡农连续两年几乎没有收入 危害严重采收扑付成本 因此有超过七成的咖啡农 几乎是无奈选择弃收 农产经济损失惨重 咖啡农期盼农政单位协助帮农民想想办法 记者是玉兰瑞社采访报道 oni是他 本来是他